來 剛剛是講過最狂的話 很多媽媽不只講話狂 那個做起事來那個行為 那個是完全不遑多讓 真的 就是有一些媽媽真的為了孩子 就是做一件事情 讓孩子一輩子都忘不了 鳴記在心裡 來 最狂的是蔡允潔 當街飆罵黑道大哥 OMG 妳不要不要忘 很凶悍 他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是我們大概 國小的時候 他帶我們去補習 然後很記得就在基隆市區的 頂呱呱的那個交叉路口 就看到一大堆穿黑衣人經過 大概已經五分鐘過了 都沒有人要讓我們過 妳的紅燈就是永遠不會變綠燈 都不會永遠 因為已經交通管制了 沒有交通管制 沒有交通管制 落意不絕 落意不絕 還有真的嗎 後來是黑道在辦商事 我看過 喪事 然後結果大家都一片靜默 因為就是大家 其實他們身上都有帶東西 然後後來我們就看懂 我們就在車上就是慢慢等 結果一片靜默的時候 旁邊也都沒有人怎麼樣 突然有一個大姐 她狂按喇叭 我想說天啊 我就坐 我弟坐後面 我坐正駕駛 副駕駛座 我就在發抖 然後我媽就 才把窗戶先搖下來說 等什麼 不能讓人家先過 好狂喔 那時候 你知道黑道他們已經有一點 就是已經在罵髒話 悲傷 因為那時候真的有點看不懂 反正他們就已經在罵髒話 對著我們 我們是第一台車 還是第二台車 然後就在發抖 我媽還是德里布勞人 他直接把那個車子打開 下車 然後那個 他們就一群黑道的大哥就衝上 就是衝上來說 怎麼辦 不能等一會 然後我媽就說 她就說 你們太久了吧 而且你們這樣子要申請路權 就是不是不讓你們過 可是你們 你跟黑道講路權 對 對啊 你們 講道理 你們雖然是 有傷勢 我們可以體諒 可是你們至少 要 一 要申請路權 而不是讓我們卡在這兒 二 是好 你們可能走一段之後 你們要放我們過 因為如果看那個樣子 他們完全不讓我們過的話 至少要等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左右 我媽太可怕了吧 她那時候如果 那個他們如果拿槍 或是拿那個東西出來的話 很危險 車上沒有一個男人 都是只有一個媽媽 然後兩個那麼小的小孩 我不知道他到底當下在想什麼 他太狂了吧 不然他就砸你車了 所以允潔媽 你怎麼了 媽媽膽子好大 這個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基隆很多擔心到 送帳的車隊 然後就是從你前面走過去 然後紅燈也不動 綠燈也不動 然後因為他們要趕上課 然後我送完他們上課之後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客戶要簽約 所以我才那麼急 不過我就在那邊等你 然後順便目送這個長者離去 也無所謂 結果其實我扒不是扒黑道 我也 我也怕死 我不是在扒黑道 我是扒那一匹馬 不是 那一隻馬你如果讓一下 我右轉 我就切上高速公路了 我真的是在扒那個馬 我難道不會看到都是一些 你知道黑衣服 都是那種兄弟掛的 我怎麼敢扒那些兄弟 我是在扒那一隻馬 你只要往前走兩步 你的馬蹄 馬 我就過了 那個馬路 馬就回頭跟妳講 沒有 我跟你講 我真的那時候很帶種 是因為我在扒那一隻馬 我想說 牠會不會跳一下 然後就讓我過一下 往前走 這種騎馬的人 應該把牠牽到旁邊去 牽不動 結果 我這一扒 完蛋了 然後那些小弟就開始來 圍我的車了 你怎麼會死人了 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他就這樣子湊罵我 是 他就可能看一下裡面沒男人 就一個女的開車帶兩個小孩 然後就講 就是那些小 其實真的 大哥 真的大哥其實不會那麼 不會這樣罵人 就是旁邊那些裸裸 我說 我就算怎樣沒關係 這兩個小孩被抓出去 真的被拖去賣一隻 不少錢 你知道 我那時候就 他發貴的 我確實是覺得自己是太衝動 但是我跟你講 重點是 我真的是拔那隻馬 我真的是在拔那隻馬 那後來你怎麼解圍 對啊 你怎麼回答他 他就說 馬出來當兒子了 後來是因為 真的出來吵的是小弟 然後大哥級的人物就出來了 就問他們說在吵什麼 然後大哥就說 阿嬤 今天就是不好的事情 就讓他過了 你就先開 然後讓後面的車過一點點 平常我們要遇到馬 可以搬還真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但是允潔媽不僅如此 聽說 你跟允潔的男朋友 曾經 這件事情其實真的 我都沒講過 因為 因為我覺得他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 斷絕母女關係 這樣子在十年 因為他那個 他感情生活還一直 滿讓我不放心 就是 對 因為你知道我們 就會很擔心他 如果萬一遇到了好的對象 但他高齡了 沒有 你知道 就是女生年紀稍微大一點的時候 真的很難受孕 沒有 就受孕 而且生出來優生保健 因為小潔 我真的像那麼多年了 對 情度上坎哥 小潔現在幾歲 好像很難遇到好男人 對 他是二孩 他真的 他之前有一個在士林開餐廳的 喂 他就是 他 他真的很笑 他就是沒自信 你要去看每一本新書 現在的你在哪裡 謝謝 你知道 我跟你講 那本書 會讓你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你到底都有做了什麼 沒有 有一個男生 你喜歡 超優秀 他只要是母親姐 我生 他買給他媽媽什麼 他不會送什麼很貴的 但是他媽媽有什麼 他自己的媽媽有什麼 我就有什麼 這是好的 真的 這對媽媽來講 我們很喜歡這種的 那這個好允許 然後他也 對 而且他很會抱我股市名牌 滿優秀的 事業有成 然後主要是他很有禮貌 然後長的是我看過他歷屆裡面 最帥的 人魔人養 然後我就 我就趁一個 我就是打電話 我就給那個 我有他的Line 對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你最近過得怎麼樣 就問他說現在有沒有 有沒有教 對象 有沒有對象什麼的 然後好久 你就算沒跟宇潔當男女朋友可以 做朋友 對 吃飯什麼的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蔡依潔現在都沒有你的照顧 我覺得他生活 你也知道 他就是一個生活不太會自己的人 他真的很需要一個像你這樣的人 好好照顧他 我說 媽媽想幫你玩 媽媽想幫你玩 然後呢 她說什麼 她說 我覺得就 緣分吧 她就這樣講 她就這樣 軟性吧 就軟性就緣分 她就說允潔值得更好的人 後來 她又 她又交了一個 又 我覺得真的也不憂的一個男生 我又打了一次電話給他 我說 妳上次說的緣分 妳覺得到了嗎 她有一個很奇怪的病 妳太有病了 她每一次我們 不管是我弟 還是我交男女朋友 她一開始都會很不喜歡人家 包含她剛講的那一個 然後我們分手之後 她就去求別人 妳不覺得這樣丟臉嗎 我是為了妳幸福著想 因為她真的很優 她已經有一點誇張到 我覺得我現在77年次 32歲 並不到高齡產婦 那麼嚴重的地步 快了 然後她已經誇張了 妳以為生小孩要懷孕10個月 不是 妳以為狗兩個月就生了嗎 妳要再扣掉那一年 對不對 她幫我找我去相親 妳知道她誇張到什麼地步嗎 她那一天找我去相親的那個對象是 然後我回去跟她講說 媽媽這個 看得出來是 我後來跟她講說 媽媽這個 妳怎麼知道她是 因為我後來有 就是有加Line 然後因為對方不好意思拒絕她 所以我們她就說 不好意思 我不是不喜歡妳 但是因為我喜歡的是男生 然後後來我就跟她講說 媽媽 對方喜歡的是男生 她就說沒關係 因為我認識她的爸爸媽媽 她還是要跟她爸爸媽媽交代 所以只要妳有生出 她很狂 只要妳有生出她的小孩的話 沒關係 妳讓她的感情生活是自由的就好了 謝謝 媽媽煩惱女兒的感情婚姻 這也是 天經地義 對 但是32歲以婚姻市場來講 確實不能講年輕了 對 妳的黃金關鍵期就是 35 不能講這兩年 就這一年了 就是這一年了 這麼可怕 因為妳想妳現在33嘛 對不對 33妳要遇到一個對的人 妳可能要交往個一年吧 對 以後是不是要訂婚 那妳還要去看看 妳她跟她家人 妳可不可以跟她家人相處 因為現在不管怎麼樣 就算妳們獨立生活 妳還是要尊重一下她的父母 一來一回就五年了 可不可以跟妳媽媽一起 對不對 Git along 至少要兩三年 對啊 還要再辦婚禮 婚禮又是一個大糾結 對 辦完婚禮有些人就鬧翻了 因為兩家就不合嘛 而且就算結婚了 妳要立刻生小孩嗎 而且妳以為 真的 對 入門洗最好 妳就不會有壓力 所以我今天會帶她 認識幾個富二代 真的 你不要在那邊亂介紹 你每次都亂介紹 都是沒有結婚的富二代 給她的 可以啦 就是趕快把握時間 要找一個適合自己的 錢跟這個 我覺得適合 適合自己的 適合比較重要 尊重妳 尊重妳媽媽的 來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 允潔的媽媽有沒有 她本身 她想她的 妳講妳的 妳不要跟她頂嘴 她說什麼就對 對 好不好 免得妳 簡直是跟皇后在頂嘴 這是一個犯天條的事情 對 她到時候來剁妳的手指 對 可是她不管講什麼 妳都說是啊 好 所以媽媽有時候講一些話 打在兒身 疼在娘心 有沒有 都是為我們好的 要去用正面思考 去舉腳這個內容 才會加分 那當然 這個媽媽還是有一點點 法令文還是有 軍事 有一個軍事化的教育 所以就會扒那個白馬 對 那像這個就是 打破了算打得很多 就沒有了 很壞 妳撐過了 沒有